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各位去收看我们陈老师看世界的第二集!开始之前,请按下我们的订阅小铃铛,加按赞!也可以顺便帮老师达成10万订阅者的目标,以及未来我们上新视频的时候,您才能获得通知哦!来!今天我们谈谈人类的文明发生! 各位,人类的文明的演变回来,包含了中华民族的黄河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等等之类的各种古文明 大概大约都是在西元前三千到五千年前可以找到记载 在此更早之前就几乎没有任何的记录,可以来了解更早之前的文明 这些时期记载下来的,或是后人补述的文献,都是我们目前所熟知的什么历史模式 千百年下来,大部分的人也都是深信不疑的 但是如果我们稍微认真一点,去考究这些史料,就会发现 无论世界各地的文明,几乎都是一个状况 是什么?都是突然产生的!也就是在此之前 人们只是普通的生活着吃的生食啊 随意的逐衰草而居 然后有一天突然出现一个类似政权或是神权的组织 人们就突然懂得生活了 然后也知道怎么样用火了 也知道怎么用工具了 也知道怎么来建立组织制度了 然后顺理成章的反映到现在 在那个时期以前 人们在哪里生活?怎么生活? 几乎是可以只能用猜测或是推测的 因为文化的记录也都是突然出现的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 老师考证的包含中华文化的三皇本纪 还有史记以及西洋的创世记 还有古希腊神话等等各种的史料以及文献中发现 这个世界的历史实在是很诡异 完全不符合逻辑 而所有文明都像是被教导而遵循的 怎么说呢? 既然我们是华人 那我们今天就先以中华文化的发源 来开始说明吧 中华文化广泛的被认为是从三皇五帝所开始的 而三皇五帝的源头就来自于女娲以及伏羲二帝 作为最开始 根据流传下来的文献 女娲跟伏羲他们两位其实是兄妹 他们两个是兄妹 因为他们有些特别缘故 最后女娲嫁给了伏羲帝 生下一个小孩叫做少典 然后他就成为了部族的领袖 少典又生了两个小孩 一个称之为颜帝 另外一个称为皇帝 就是我们的颜皇子孙的颜帝跟皇帝 他们各自有各自自己的部族 你没有听错 女娲跟伏羲是颜皇二帝的爷爷跟奶奶 颜帝跟皇帝是兄弟 然后两个兄弟 后来皇帝看颜帝不顺眼就去攻打了颜帝 然后把他驱逐出去 自己成为大酋长 历史就继续推演下去了 这个是文献记载的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呢 就很少让一般人知道 一般人也不会去特别想要了解 为什么呢?根据史记的记载 伏羲跟女娲 他们的母亲叫做华旭氏 爸爸是谁? 富不强 为什么? 这有点像那个夕阳的处女怀胎 因为啊 华旭氏有一天在路上散步 踩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巨人的脚印 然后就怀孕了 怀孕了 就生下了女娲跟福西两兄妹 这边很奇怪 这还不是最奇怪 老师告诉你 更奇怪 在后面 各位相信讲到女娲 我们都知道女娲有女娲补天啊 捏泥造人的故事 这些不是原始的记录 老师考究了怀男子这本书的文献记载 女娲不是用泥巴捏人造人的 而是他透过各方面的神灵的帮忙 实验连续失败了70次 才制作出来一个人类 说人类是女娲做的 而且它是很多人一起研发的结果的结晶 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类 而他研究成功之后 才开始做量产大量的制造 做各种不同人类 所以说在在传说之中就变成什么 甩鞭造人 是一甩一下 喷出了泥土 就变成了人类 这其实用现代眼光去看变什么 你本来是手工制作的 后来就变成什么 机器量产 大量生产出各种不同的人 那这有什么样的证据呢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古传的女娲跟伏羲图 各位你看起来有没有像什么东西 有没有像DNA 对不对 当时会有DNA的概念吗 没有 那他为什么化成DNA呢 是巧合吗 其实老师后面的几集会告诉各位 这不是巧合 回到我们的主题 女娲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他还有另外一些的贡献 就什么呢 他造完人之后 他也制造出了什么 婚姻制度 也就是他不制造人了 让你们人自己跟人互相结婚 怀孕 生子 跟你们开始什么 自产自消了 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 女娲之前已经经历了 人类已经经历了大灭绝 都死光了 所以他不得不嫁给他哥哥福西 但是他制造人类出来 这一批人类之后 他却规定了一件事什么 近亲之间不能结婚 而且为了避免你新造出来人类太愚蠢 分不清楚谁是谁 所以女娲规定了 就要必须要以姓氏 作为分类啊 你是哪一个氏族的 你姓什么 就是分门别得出来 这样子就避免了 不会因为不小心 大家不熟 路边看了一个帅哥 一个美女 大家看队员就黑熟黑熟 生小孩 这些问题 所以是说他们做的姓氏 来避免近亲结婚的问题 各位这是什么时候了 这个是戏院前五千年前的 这应该是历史上最早的优胜学 如果再回前看看 我们刚刚看到了女娲跟福西图 这样优胜学也不奇怪了 对不对 接下来历史要告诉我们 少典生下炎帝 炎帝很辛苦的告诉了这些人类 你们要会用火 然后呢 他的弟弟 皇帝就很辛苦的告诉他的百姓 你不要吃生的 这样子很糟糕 我有寄生虫 这样子会生病 这样会拉肚子 这样不好 所以说你们要把食物怎么样 我哥哥制造出说的那个火 你们把它煮熟了 就可以吃了 哦 有够好吃的 然后在这个刚刚懂得怎么样用火煮熟食物的时代中 伟大的皇帝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战的残暴的吃油 战胜之后才会垫地我们中华文化的渊源流长 这相信各位都知道 但是历史上很少告诉你 吃油其实是炎帝的子孙 也就是皇帝的子子辈 炎帝的子孙吃油在那个时候 他不但是会打仗 而且他会炼金 他历史上的记载 吃油很擅长用金属制造冰器以及五金细戒 而且他还非常擅长的制造什么东西 烟雾弹 他制造出来的烟雾弹 打出去之后 三天不会散 现在比现在烟雾弹还要厉害 三天都不会散开 所以说当皇帝 跟吃油在打仗的时候 就被吃油打了满地爪牙 老师考证了一个文献叫做太平预览中 里面有记载 皇帝跟吃油大战 皇帝久战久不胜 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听一点就是不不胜 没有胜利 就像我们向后转进一样 实际上的意思就是 皇帝跟吃油打仗从来都没有赢过 没打必输 因为吃油的武器跟他不对等 要科技不对等 后来皇帝怎么打赢吃油的呢 其实就皇帝 他身边有个大臣 叫做丰厚 这个丰厚在跟皇帝一起被吃油这个王子复仇记的主角 打的落花流水满地爪牙的时候 心情很忧郁 晚上仰天长叹 哎呀 怎么打都打不赢 该怎么办 然后看了天上的北斗星 对他们那个时候居然就认得哪几颗是北斗星 而且皇帝那个时代居然还会测量太阳跟月亮之间的角度与距离 这个丰厚 他就看着这个星星突然的灵光一现 领悟了什么东西 八正图 各位 有没有觉得奇怪 八正图不是孔明发明人吗 不是 八正图不是诸葛亮的 而是皇帝时代的丰厚研发出来的 而且他还是看星星的时候想到的 这个丰厚啊 他不但领悟了八正图这种高深的几何的一个阵法 而且他还灵机一动 灵光乍现 在大家还刚刚在学会怎么样煮饭的时候 他就领悟到用了词级的原理 发明了指南车 所以后来打仗的时候 皇帝的部队跑来跑去啊 冲进去烟雾弹里面也不怕 变阵型变化也不会乱 为什么 因为有这个指南车 所以说是后面的烟雾弹的策略呢 就完全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最后才把持有给打败 对 历史我们眼睛到这里 我们先整理一下思绪 不是只听老师讲故事 我们整理一下思绪 你觉得 一个刚刚学会吃熟食的人类 在差不多的时期 突然学会炼金 突然学会用金属熔炼之后 做武器 然后又会测量天文 又指导月亮跟太阳之间的关系 也会测量角度 还能利用高等的阵列数学 形成了八阵图 这样的几率是有多高 然后这样短期之内的高度发展的社会 居然在未来的千年左右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怎么说呢 他就像什么 我们再拿手机Nokia 3310 然后3310居然持续流行五百年 都没有改变 这样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 而这些的历史的发生的事情 都是在大爆炸与大洪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 刚刚老师一开始就说到 女娲英雇才嫁给了她的哥哥福西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故事 什么故事?火神祝容与水神贡功的决斗 导致大洪水的发生 也导致了大气层的破洞 然后让那个时候的人类产生大量的死亡 死到没剩几个 只剩下女娲跟福西这两兄妹 所以为了种族的繁衍 女娲只能重新的制作人类 然后在那些萌萌冬冬冬的人类 他突然就会用火 吃熟食炼金 做指南车 还会贴文学 而更奇妙的事情 不是只有在这里 刚才老师所提到的大洪水大爆炸这些故事 他却同时出现在各国的历史之中 包含了创世纪 古希腊的文明 古埃及 玛雅等等的各种各地文明 都有被广泛的记载 今天时间有限 所以说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到其他的文明 下一集我们就要接续的探讨世界的其他地区 突然产生的文化与文明的传说与考证 他到底跟中国的传说有哪些类似 又有哪一些可以让我们去发掘这个世界真相的地方 请各位务必记得订阅按订阅跟赞 这样老师推出新视频的时候 你才能获得通知 也希望你能帮助老师快速达成10万 订阅者的目标 帮老师按个分享 让更多人能够认识老师 本视频的最下旁 有老师经营的卖场 若你有需要 往个场吧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